來看看酒水塞車 還有帶小孩 真的是很危險 你歡迎已經從心同學說 如果酒水塞車又在14歲以下的小孩 將會提高出發 對現在吊銷咬角的兩年 提高說吊銷四年 冷清空八年一過 高雄一個喝酒水開車的爸爸 喝到水漫漫才是載人的好生出門 結果是失控去弄到安全度 坐在後面八歲好生 因為胖子門沒關 射出去 讓爸爸的車是當中到四 而且爸爸在正前就因為喝酒開車 吊銷咬角 這次又喝到水漫漫開車 就算警察家庭出席 但是喝酒開車出車會主要 還是一直在發生 為了家庭保護小孩坐車安全 你歡迎交通委員會錯心通過 將要提高喝酒開車 民眾的行事決定 提高行程是好的 給駕駛有警惕的作用 如果是個大人他帶著小孩 這樣子做這樣的事 覺得應該要罰 而且要多罰一點 根據經濟室的統計 為今年一過到十幾個月 喝酒開車出席 走到九萬八千多人 其中以上發辦的有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六人 希望已經所有三百四十四人 在道路交通管理出發條例 對喝酒開車的人 除了現在發金 還有行屬自然以外 未來車店較早在十四歲 以下的小孩 喝酒開車的人 如果害人受傷 吊口到家會為現在兩年 提款到四年 就算說沒有人受傷 吊口到家也會為一年 增加罪兩年 不過警戒也反而說 家庭喝酒開車 要提高生氣性分數 是最最困難 年齡上的查證 可能有的時候要查證他的年齡身分 要為了確實查證 可能要身分核對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耽誤時間 警戒表示要處理一下 喝酒開車的人 已經是很困難了 家庭還要帶小孩 年齡可能就要用二三十分以上 不過未來家庭在法案 三頭過關 一定會配合家庭三島和三島 現在綜合報導